社聯根據統計處數字將收入低於家庭月入中位數一半的住戶 界定為貧窮人口 推算出去年本港貧窮人口較前年增加1萬人達116萬1千人 當中過半數是在職貧窮家庭 社聯說在職貧窮住戶有回升的跡象 相信是與最低工資效應減弱有關 2011年在職貧窮住戶由20萬減到18.5萬 少了1.5萬 但2012年升到6千至19.1萬 去年通脹高經濟不錯 高收入其實都有改善 但低下階層如果沒有做工資調整而有任何改善 相對來說在職貧窮住戶也是多了一些 就扶貧委員會即將公布官方扶貧線 社聯認為單是監測貧窮人口的變化 並不能夠展示政府的承擔 促請政府盡快制定扶貧目標 並建議政府撥款48億設立低收入補貼制度 向低收入家庭每月發放生活津貼 在職貧窮就是因為他們的扶養率 他們家庭裏面的小孩子 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是殘疾人士 是相對於全港家庭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覺得參照其他國家 也都有家庭補貼 補貼是什麼呢 就是入息中位數的百分之十個百分 如果入息中位數不夠五成 可以拿到這個全數 五成至七成就按收入遞減 這個就會有一個防貧 社聯估計補貼制度可以令19萬個家庭 74萬人受惠 減少三成在息貧窮家庭的數目 將貧窮率減少2.8% 香港蜂蜂電視記者 王家林貝路 我們下輩子的公主 都在日常 眾前 Rock的提供